港鐵釀葬問題經常起爭議 有人夫日前坐港鐵時 她懷孕38周的太太 就被一名女乘客爭位坐 於是她在社交媒體上 公審這位女乘客的行為要不得 蓄意和有需要人士爭位 這些行為好不要得 結果反人來網民圍攻 斥責人夫老鳳要養 不是帶肚子就老鳳大了 人家也可能有她的需要 不用公審的 別人有給錢乘車就有權坐 亦有網民支持樓主表示 事實上真是很多很無品的人 是有很多人是很自私的